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是这封来信让这个宁静的小县城掀起了一场关于姓氏起源的调查风波 这封来信的署名是一个名叫宁盛超的广东宁姓后裔 信中提及霍家县是古籍记载中的宁姓祖源地 而县居海外的宁氏华侨们想知道霍家县现在的发展及现有的宁姓人情况 字里行间透露出宁氏华侨及港澳台同胞浓厚的乡情 宁氏祖源地真的就在霍家县吗 这封来信很快引起了霍家县领导的重视 并由此揭开了霍家县对宁姓文化研究的序幕 他叫刘兴如 1994年担任霍家县政协副主席 也是当时调查宁姓起源与文化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通过对史料的研究 他们了解到宁姓发源于春秋时代的魏国 始祖继位曾被封于宁义 而关于宁姓祖地宁义的所在地 由于历史记载的不同与行政区名称的变迁 有今河南霍家县和秀武县两种说法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发现 在史料中记载的宁姓人 最早更是追溯到了上古时代 陶器的发明者名字就叫宁丰子 那是五千年前皇帝时期的一天 宁丰子正在用火烧烤食物 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懂得用火来制造美味 但是没有烹饪工具 让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考验 一旦掌握不好火后 这些食物很容易就会被烧焦 而这天宁丰子又一次把食物烤焦了 一气之下 他便把剩下的食物都用泥封住 这些泥被火烤后变成了坚硬的外壳 宁丰子由此受到启发 制造出了原始淘气的雏形 此后 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实验和失败 中华民族的第一批淘气终于烧制成功了 土的敦厚 水的灵动 此刻在人的手中相互交融 历经烈火热情的炙烤 成就出了这种古老而质朴的器皿 这些远古先民们在与自然的生存搏斗中 用劳动与智慧凝合而成的结晶 解决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一大困难 宁丰子传说在一次烧桃时 不慎失足掉进炉里被烧死 这位烈仙传中的龙敲真人 便是世人所知的宁世第一人 但是他的后人现在已经无史可考 宁兴在后世真正发展起来 是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春秋时期 经过长达半个月左右的档案调查 刘兴如发现 此时的霍家县境内 竟找不到一个本土的宁兴人 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宁兴的线索 那么霍家到底是不是宁世的祖元帝宁义呢 就在连续几个月的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 转机出现了 1995年12月 档案局局长郑福浩在张聚乡里村 发现了两张清朝时期宁世人 买卖宅基地和耕地的文器 这让宁兴的调查研究出现了一丝曙光 地气的发现至少说明 霍家县曾经确实有宁兴人生活过 于是刘兴如开始走访村子里的老人 其中有了解情况的老人说 清朝时宁世是村子里的老户人家 家住在当时称作大胡同的地方 在村东北约五百米处还有一墓中 相传是宁兴始祖纪伟的墓 据史料记载 公元前八一二年 魏国的第十一位国君魏武功 将他最小的儿子纪伟封于宁义 此后纪伟的子孙便以封地为姓 找到了墓种后 刘兴如又着手查阅大量的点击和地图 终于在2005年12月10日召开的 中国霍家宁氏文化研讨会上 经过大批权威专家的史料考证 和考古研究后确定 纪伟的史丰地宁义就在河南省霍家县境内 而霍家县东北已遗留数千年的荒种 确实是这位宁兴始祖的墓种所在 刘兴如喜出望外 这说明霍家就是宁兴的发源地 而且宁兴人早期就居住在这里 但是此时的霍家县内 为什么没有宁兴人生活的痕迹呢 他们曾经在宁义是如何发展的 而现在又迁徙到了哪里呢 魏国作为春秋时期 生存时间最长的诸侯国 在当时众多声名赫赫的诸侯国 纷纷被灭的时候 这个自古多昏君的小国家 却奇迹般地躲过无数次灾难 生存到了秦国统一天下之后 很多人对此难以理解 最终人们发现 原来就像燕兆古来 多慷慨悲歌之事一样 魏帝自古夺君子 纪委被魏武功封于宁义之后 宁氏族人作为魏国的宫氏贵族 俨然成为了魏国的顶梁柱 代代相传 九世都为魏国倾向 地位显赫长达两百年 公元前六三二年 此时的魏国大夫宁于 又开始为这个国家 到处奔走周旋了 而这一切 都是为了让已经成为 阶下囚的魏国国君 魏成功能够回朝执政 那时正值尽处争夺中原霸权 斗争激烈 魏国弱小 内忧外患不断 饱受欺辱 成功因为得罪了晋国 心里十分害怕 国内的大臣不愿与晋国对抗 人民也对成功十分不满 于是魏成功便撇下危难中的国家 而远避入楚城两地 让他的弟弟回国摄政 此次的出逃自然十分艰险 而朝中大臣竟大多推诿 而不愿跟随这位国君 就在成功无奈 奋慨之时 大夫宁瑜挺身而出 自愿在他的身边辅佐 为国君排忧解难 后来由于奸臣所害 魏成功被晋侯囚禁 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 宁瑜又设法保全魏成功性命 一再就成功与水火 直至成功回国复位 帮有道则智 帮无道则愚 其智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愚不可及这个成语 就是出自孔子用来形容宁瑜的这句话 但这个鱼更多的是对他大致若愚的褒奖之意 魏成功被宁瑜营救回国后 魏国的政治局势有所好转 然而长期的国力衰微使得国家要想生存 必须依靠出色的外交才能 这一时期 有个同仇敌忾的典故 便很能体现宁瑜的外交智慧 春秋时期 有一首流传于军中的歌谣 表现士兵们慷慨从军 同心对敌的乐观精神 和保卫祖国的英雄气概 其中第一节是 同仇这个词就来源于上面的歌谣 而敌忾二字 是来源于左传《文公四年》中 关于宁瑜的一段记载 公元前623年的一天 宁瑜出使鲁国 鲁文公在招待他的宴席上 让乐师弹奏战禄和同工两首曲子 然而 陶醉于乐曲中的鲁文公 发现宁瑜沉默不语 感到十分不解 就私下命人问他是什么原因 宁瑜说 当年诸侯把周天子的敌人 当作自己的敌人 天子为了酬谢诸侯 在酒宴中赐同工战禄 这是应该的 但如今我们来到鲁国 君王用天子赐诸侯的礼节 招待我 我如果答谢 不是自取其辱 自认魏国是鲁国的附庸吗 鲁文公听了下人的回报后 才意识到自己的失利 后来诗经中的同仇 与左传中 宁瑜这句话中的敌忾合在一起 便有了成语 同仇敌忾 如今宁瑜的忠诚和果感 连同鱼不可及 和同仇敌忾两个成语 一起流传了下来 可以说 正是宁瑜开启了宁杏人 最初的辉煌 公元前559年 魏国第二十四位国君 魏县公 生活放纵 沉溺在田列古月之中 对待大臣更是飞扬跋扈 群臣怨声载道 最终 把持朝政的大臣宁植 和上清孙林复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了魏县公的统治 改主魏山公为君 这一时期 宁氏家族的势力 在魏国达到了鼎盛 然而宁侄此时没有意识到 他的所作所为 也为宁氏家族埋下了祸根 宁侄去世后 其子宁喜接替父位 一天 宁喜与父亲的好友 孙林复在家中下棋 突然来人 并自称有密报相告 这个人 是一辈宁喜父亲 逐出魏国的魏县公亲信 他向宁喜许诺 如果宁喜费山公立县公 等到县公复位后 便能让宁喜独掌大权 宁喜有些心动 在一旁的孙林复得知后告诫他 国君的肺与力就像下棋一样 棋手如果举棋不定就会遭到失败 在国君的肺力上犹豫不决 更是会招来灭族之祸 宁喜犹豫再散 最终还是决定赢回魏县公 县公在刚复位之时 兑现了他的承诺 给了宁喜支手遮天的权利 可复位之后不到一年 他对宁喜专权的忍耐 就达到了极限 公元前五四六年 县公开始对宁喜家族痛下杀手 这就是成语举棋不定的由来 宁喜的风光显赫 在此时纷纷瓦解 他们在魏国难以立身 开始了大规模的外迁 离开了宁义的宁氏后裔中 宁喜在齐国任大府 后来世代为官 留下了宁氏族人 最著名的郡旺齐骏 形成了宁氏五大支脉中的 山东齐骏系 如同许多家族的跌宕浮尘一样 宁氏家族自先秦的辉煌过后 便一度沉寂 他们在祖国各地悄无声息地生长着 仿佛酝酿着下一次的崛起 而这一次他们等待了千年 时至隋唐时期 宁家终于一改前朝陈顿的局面 宁氏名人再次多见于史册 这个时期从中原迁到南方的 钦州宁氏 犹如过江之龙 以其凌厉的气势发展壮大 成为一方豪族 形成了宁氏五大支脉中的 梁广岭南系 关于这一时期 钦州宁氏的风云斥炸 我们从留存下来的史料里便能窥之一二 根据新唐书中的记载 宁氏家族与陈末随出时在钦州空地 东西达一千公里 南北达五百公里 他们以一家之力 几乎使隋朝无法统治广西 钦州志中也记载 他们开荒 墾田 教化民众 不仅开辟了从乡州到郊治跨国新道 还以自家制造的军舰 运送数千兵马和大批粮草 到达大海彼岸 从南朝梁武帝之后的两个世纪里 钦州宁氏用家族的赫赫功绩 在史书中写尽荣耀 但天有不测风云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改变了这一切 公元706年 唐中宗命广州都督 周仁轨 率领兵将两万人到达钦州 绞杀宁氏族人 这令人胆寒的命令 让人不禁诧异 功高显赫的钦州宁氏家族 到底做了什么 让唐中宗非要灭族不可呢 公元684年 刚刚即位36天的唐中宗被武则天废除了地位 皇后维氏一家遭受牵连 被流放到了遥远的钦州 维皇后的父亲不堪忍受变故 忧郁而维家的顶梁柱就此倒塌 让原本已十分七处的近况 更是雪上加霜 时任青州囚帅的宁成姬 见到这种状况 想趁火打劫 趁机抢娶维家的女儿 于是宁成姬不怀好意地来到维家 向维皇后的母亲崔氏提亲 崔氏深知来者不善 自然不愿将女儿推入火坑 所以坚决不答应 宁成姬见强取不成 便恼羞成怒 不顾维家皇亲国戚的身份 杀死了崔氏 就连崔氏逃跑了的四个儿子 也惨遭毒手 事隔二十二年后 唐忠宗复位 未报岳母之仇 忠宗便在盛怒之下 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 他不仅指展了宁成姬兄弟二人 还下令捕杀住在那里的 所有宁氏族人 及其兵丁家奴 钦州一时被杀戮的阴霾 压迫得无法喘息 于是宁姓人 因为这场灭族之祸 而四处迁徙逃避 宁家再次在历史中沉寂下来 两宋时期 宁氏族人已分布于大江南北 他们在各地繁衍生息 渐渐形成了湖湘三阳系 山西宏铜大槐树 东北小云南这三大支系 于早期的山东齐骏系 梁广岭南系笔尖 成为宁氏五大支脉 宁姓后裔 历经数千年的繁衍拨迁 如今已知繁叶茂 然而近年来 宁这个被宁姓人 用来捆绑和延续血脉的文字 却又因为他的众多写法 引起了族人的争论 这两个宁字都被用作姓氏 有人认为他们应该严格区分 但大部分人都将其混为一谈 就连史记也不例外 《姓氏考略》中 这样记载了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宁 魏康书之后 至成功生计 实采于宁 以意为是 望出齐骏 又与宁通 汉宁成 史记做宁成 从文中可以看出 魏康书后人魏成功 将他的儿子继位 封于宁义 其后誓以义为誓 而其中又与宁通四个字 似乎在明确地告诉我们 宁 宁二誓 确实是同系所处 历经数千年风云变幻 宁姓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中 为第187位 人口超过87万 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0.05% 他们集中于 贵 香 卤 玉 分布于全国各地 散居东南亚及全世界 曾几度辉煌的宁氏家族 如今似乎有些惨淡和低调 这个如今在大陆和台湾 都没有列入百家姓排名前100位的姓氏 或许已经没有了许多 世家大族的庞博气魄 但是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星河中 他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闪耀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